八點檔新戲即將上映 部分片段釋出 已經引起了廣大迴響了 尤其是貼近人性的劇情引發共鳴 按我們這兒的風俗 輸下了 那就算定了 有別於誠摯木嫩帶點浪漫的性格 老婆碎花直率又熱情 八點檔新戲就對夫妻互動間 擦出的火花很吸睛 一切的故事也就源自於此 祝賀陳志高生 爸 我不會喝酒 當官不喝酒還行啊 那就喝兩口吧 姻緣機會下陳志步入觀賞 但打從一開始 這一切就不是他想要的 不只對當官很深色 也很堅持自己做人的原則 這叫貪污受賄知不知道 哪個當官的不受理啊 翠花 你希望我當個貪官 然後被抓起來嗎 那當然不行了 有那麼嚴重嗎 那當然了 想責善固執 卻得面對外界家庭各種壓力 直到岳父這席話終於讓他頓悟 這人活著得隨大溜 跟大家混一個樣 是吧 這樣才活得好啊 沒煩惱 一個人不管他當多大的官兒 不管他到什麼地方辦什麼事 應該時時刻刻想到這個家 短暖幾句話 猶如重疾也茅塞鈍開 陳志也從中找到自己內心平衡 我就是想問問 咱們後勤上還招不著臨時工啊 就這事啊 白領黨新戲劇情貼近日常 感動人心 播出再集也難怪討論度持續攀升 記者綜合報導